中国海军近几年来的发展速度直快,有目共睹 长期关注中国海军发展的,当然也不止咱国内的军迷 外国专家和媒体也是对此关注的紧 比如说硬实力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 美国军事媒体环球海军观察,近日就刊载了一篇文章 撰写此文章的美国海军退役上校 海军问题专家约翰·富勒顿声称 照目前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继续下去 中国海军大约会在2030年左右 在综合战力上追凭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目前在发展速度上对中国海军不占任何优势 仅在发展积累和部分装备性能上占据优势 这是一个必须引起美国海军高层重视的问题 2030年的中国海军大约会拥有6艘现役航母 以及24艘先进的055型驱逐舰 而涉及到核潜艇的发展问题 则是更加尤为关键的一环 在文章中,约翰·富勒顿首先指出 目前的中国海军已经连续多年 蝉联全球海军年度造舰总东卫排行榜的第一 甚至连美国海军都要远远超越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举例称 2019年时的美国海军下水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最新舰 二号舰肯宁第一号航母 这艘满载排水量达到11万吨级的超级航母 毫无疑问是整个2019年全世界海军新造舰舰的重头戏 但是即便有着这艘满排11万吨的超级航母加持 美国海军在2019年全球海军年度造舰总吨位排行榜上 依旧是位居老二位置 第一名仍然是中国海军 在没有下水能和肯宁一号航母吨位相匹配的大型舰舰的情况下 中国海军依旧做到了年度新造舰舰总吨位上的对美国海军超越 这2019年里中国海军到底新造了多少新水主力舰自然可想而知 在随后的2020年里 没有新航母下水的美国海军更是无法重夺第一位置 在年度造舰总吨位上被中国海军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福勒顿在文章中指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警惕的信号 这说明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 已经实现了常态化的对美国海军领先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 中国海军追平甚至超越美国海军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而关于这个时间节点 福勒顿认为很可能会在2030年实现第一次转折 2030年时的中国海军可能会拥有6艘航母 以及24艘055大区 福勒顿认为在中国海军的新型航母已经快要建成下水 后续一艘的航母也已经传出开工消息 并且第一批次的8艘5055大区已经全面建成的情况下 9年时间里建成3艘航母和16艘055大区 以中国海军目前所展现出的发展速度来说不算难事 甚至不排除届时的中国海军实力还会比这预期更强大的可能 而到了2030年时 美国海军的航母总量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缩水 福特级的兴建速度明显赶不上预期 而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已经连续服役多年 大限将至 尤其是较早服役的首舰尼米兹号 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脑袋龙中的问题 舰上管道崩裂 各项紫系统罢工时有发生 多数时候尼米兹号航母都是处在半战备值班状态 花大钱去翻修升级尼米兹号航母的可能性不大 2030年时的美国海军可能会退役两到三艘尼米兹级航母 空缺由新叫的福特级航母补充 所以美国海军的航母总数并不会因为福特级的加入而增加 仍会维持在十艘这个数量级上 所谓发展积累优势 指的就是美国海军在过去几十年里以时间积淀和先发优势 对中国海军形成的一种发展成就优势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艇质量数量 综合来看都要优于中国海军 但是这种优势是有保质期的 富勒顿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 除开中国海军的核舰艇目前发展情况不明 不清楚是否能对美国海军完成超越以外 其他各种类型的舰艇都在以飞快的发展速度追赶美国海军